《华严经》 而创造出来的传说 传说在佛去世之后的七百年间 印度杰出的大圣佛教学者龙树菩萨 从龙宫里面读到了《华严经》 龙宫的《华严经》有上 中 下 三种版本 龙树菩萨就把下本 也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八十卷本 从龙宫就带到了人间 《华严经》的《华严经》有三种 一是东晋佛陀巴陀罗的一本 这是在扬州的道场寺翻译的 称为旧义华严或者是六十华严 唐武州的时候 《诗叉兰陀》的一本 是在东都洛阳大类的大变空寺翻译的 由八十卷称为新义华严或者是八十华严 三 唐征元中般若的一本 是在长安的从福寺翻译的四十卷 简称为普贤行愿品或者是四十华严 《华严经》的汉译本中 以唐译八十卷本的文艺最为畅达 在汉地流传的最盛 虽然这三种译本中 只有四十华严是在长安翻译的 但是前年中一本 完成了翻译之后 也都会在长安广为流传 因此在这里把它们都放到一起来讨论